有时候在研究那些看起来很奇怪的东西时 我们会意外的发现 那些我们认为完全正常的东西 其实也很奇怪 因此在今天的影片 阿温将向你们介绍一种非常奇怪的鸟类 他不善于做一般鸟类会做的事情 比如飞行和生下许多孩子 而且我知道一个关于他孩子的特别奇怪的事实 让我们来认识一下这种鸟类吧 设置是一种生活在南美洲亚马逊 和奥利诺科盆地的沼泽和水原森林中的鸟类 就鸟类而言 它们非常独特 它们的翅膀很大 但并不擅长飞行 因为它们的胸骨和胸肌 没有足够的空间来连接巨大的飞行肌肉 因而限制了它们的飞行能力 相反 这些空间基本上被设置的素囊所占据 等一下我们再回到这个问题上 设置也有毛茸茸的雏鸟 一般情况下如果普通鸟类的雏鸟从巢中掉出来 那它基本上就完蛋了 但设置的雏鸟拥有不一样的结果 当设置雏鸟受到惊吓的时候 它们会故意的跳出鸟巢 顺便说一下 它们的巢穴几乎总是溅在水面上 它们会游到安全地带 然后在威胁消失后爬回鸟巢 当我们看着这种鸟类时 我们并不会想到它们竟然会游泳 而且它们极擅长攀爬 我这里说的是设置的雏鸟哦 你们有见过其他鸟类会这样做吗 比如捉木鸟 能悬挂在垂直的树干上 四处走动都没有问题 因为它们的脚和脚趾 是专门为此而进化的 但设置的雏鸟并没有这种脚趾 取而代之的是 它们用翅膀上的一对爪子攀爬 是的 是翼爪 位于第一和第二指的翅膀末端 类似于十足鸟那样 一旦它们在70到100天大的时候 这些翼爪就会神奇的消失掉 这是科学家既经发现的 唯一在雏鸟时期保留有翼爪的鸟类 这也让许多古生物学家感到惊奇 这里还有一件怪事 其实许多鸟类也是有翼爪的 即使是那些我们非常熟悉的鸟类 如大雁、天鹅和鸡 它们的翅膀上至少也有一个爪子 经常吃鸡翅膀的你 有注意到吗 幸好鸵鸟的翼爪已经退化了 不然带着翼爪的鸵鸟冲向人们 还是挺恐怖的 但这一切就意味着设置很怪异了吗 不 还有更奇怪的 设置成功的做到了一件事 实际上其他的鸟类没有进化到这个程度 它们是一种著名的前肠发酵的食业动物 这意味着它们食物中大部分都是树叶 它们有一个高度专业化的消化系统来处理它们 它们有可能会意外地摄取植物上的昆虫 但它们不会刻意去寻找这些动物 关于叶子的问题是 它们的营养价值往往很低 所以必须吃很多叶子 才能获得它们需要的热量和营养 而且叶子的体积很大 占据了很多的空间 这与一般鸟类的饮食习惯相反 飞行需要大量的能量 如果鸟类的体重越轻 飞行通常会更容易 而射子已经有效地放弃了 它成为一名优秀飞行者的能力 来交换成为一名优秀的消化者 因为为了分解所有这些叶子中的纤维素 射子必须在它的树囊中发酵 这基本上是它食道的一个扩大部分 形成一个两式的带子 这被称为前肠发酵 因为它发生在消化道的前半部分 与鹿、牛和山羊等反除动物的做法相同 而射子的树囊也比其他鸟类大得多 几乎占了体重的三分之一 并且充满了大量的微生物 这些微生物能为它发酵来分解树叶 而这些微生物发酵的产物 是一种非常恶臭的粪便气味 是的 射子也被称为臭鸟 这是有充分理由的 因为它们闻起来就像新鲜的牛粪 这是其名字里的射的由来 这种鸟的臭味到底有多强烈呢 让我简单的告诉你们吧 就连原住民也嫌弃射子太臭 不肯吃它们 现在如果您已经看到了这里 你一定很想知道 这种非常奇怪的鸟类是如何进化的 那么我也是 射子是一个进化之谜 它不仅是其属和科中唯一活着的物种 也是其整个墓中唯一活着的物种 想象一下 在整个鸟类家族树的一个长枝的顶端 有一只孤独的鸟 科学家们甚至对它与什么 关系最密切的问题都没有达成一致 一些分析表明 火鸡 鹌鹑和鸡等家禽 属于下一个分支 但也有人说 它与杜鹃或胶鹃有关 还有一些人认为是冰鸟 或者它可能是与包括所有陆地鸟在内的物种 关系最密切的鸟类 问题是 在大约6600万年前的百二纪 到古经济大灭绝之后 鸟类似乎变得非常迅速的多样化 而设置很可能是在那次辐射期间的某个时候 从它最亲近的亲戚那里分裂出来的 它们似乎有一个非常古老的起源 这使得我们很难弄清这些深层次的时间关系 从它在鸟类普系中 独一无二的位置 到它独特的饮食 设置绝对是一种很奇怪的鸟 而且虽然发现它的翼爪 其实并不那么奇怪 但却非常出乎意料 这也是这种鸟类的魅力之一 有时那些看起来很奇怪的东西 会促使我们对熟悉的事物有新的发现 值得庆幸的是 这种独特的鸟类并没有濒临灭绝 因为设置不需要一飞冲天去寻找食物 因为它吃的东西到处都有 它们只需要沉默地躲在密密麻麻的树林中 过着一种有味道的佛系生活 好的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感谢你的观看 如果你喜欢 请帮我点赞分享 谢谢 谢谢 заверш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